接下来看的就是由McDonalds荣誉赞助的2017年 东森幼幼小主播选拔赛 本周继续请到入围复赛的小朋友 来到了东森美洲电视 向全美观众报新闻 各位东森美洲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蕊欣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报道 现在为您博报今天的头条新闻 机器人下起身里人类啊完蛋了吗 今年的一条大新闻就是由人类所研发出 地球上最长的机器人公知会 打败韩国为奇奇王 这是不是就表示未来人类将要听名于机器人 被机器人给统治了呢 不过仍有科学家表示距离这样的一天 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起码现在人类还不需要担心 因为目前的电脑技术 只能持代人类一部分的工作 无法完全持代人脑 虽然人类的危机奇王 李世时最后输了 不过他说出了很有意义的话 那就是这次人机大战只是他个人的失误 并且他坚信 人工智慧是有弱点的 只是他当时没有把握好机会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 李世时不仅展现出人在逆境当中 依旧可以勇敢的站起来展现坚强斗志 而且当他失败之后 也展现出一个棋手应有的风度和气量 这些都是指着我们学习的榜样 除此之外 不止人工智慧会越来越进步 人脑的智慧也会同样兼备无限的潜能 能耐不断的成长和创新 因此还有很大的机会可以一起合作 达造美好未来 东方新闻又有小主播 卢文山鸡采访报道